最不一样的历史尽在明朝那些事 叶向高的到来 标志着东陵党进入了全盛时期 内忧已除 现在必须解决外患 因为他们得知了这么一个消息 沈阳失陷了 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 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 努尔哈赤十分消停 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 做事很细 防守滴水不漏 在他的管理下 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 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 大事一件没干成 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 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 熊蛮子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 不但对敌人蛮 对自己人也蛮 熊大人的个性 前面说过了 彪悍异常 一向不肯吃亏 还擅长骂人 骂完努尔哈赤 不过瘾 一来二去 连兵部领导朝廷阎官也骂了 这就不太好了 毕竟他还归兵部管 阎官更不用说 平时只有骂人 没有被人骂 他们索性就敞开了对骂 闹到最后 熊大人只好走人 接替熊廷弼的是 袁英泰 在历史中 袁英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 为官廉洁 为人轻正 为政精明 只有一个缺点 不会打仗 这就没戏了 他到任以后 觉得熊廷弼很严厉 很不尽人情 城外有那么多基民 主要都是蒙古人 为什么不把他们放进来呢 就算是不能打仗 站在城楼上充树 也不错嘛 于是乎 他就打开了城门 放人入城 亲自招降 一个月后 努尔哈赤率兵进攻 沈阳守将贺世贤 拼命抵抗 关键时刻 之前昭安的蒙古基民 开始大肆破坏 攻击守军 理应外合之下 沈阳陷落 贺世贤战死 七万守军 全军覆没 这一天 是天启元年 1621年3月12日 袁英泰没有时间后悔 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 攻陷沈阳后 后军军队立刻整队 赶往下一个目标 辽阳 当年 辽阳的地位 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 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也是辽东的首府 此地 历经整修 壕沟围绕 防守严密 还有许多的火炮 堪称辽东第一监城 守了三天 战斗的经过比较简单 袁英泰率三万军队出战 被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击败 退回坚守 城内后金奸细 放火破坏 一片混乱 后金军乘虚而入 辽阳陷落 袁英泰看见城池陷落 他非常镇定 从容地穿好了官服 佩戴着宝剑 面向南方 自意而死 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 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 辽阳的丢失 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 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 标志着从此 他们想去哪就去哪 想抢哪就抢哪 局势已经坏的 不能再坏了 所以不能用的人 也不能不用了 天启元年 1621年7月 雄庭壁前往辽东 在辽东 他遇见了王化珍 雄庭壁不喜欢这个人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 因为他发现 这个人不买他的账 雄庭壁此时的职务 就是辽东 精略 而王化珍是辽东 巡抚 从级别上看 雄庭壁是王化珍的上级 小品演员陈佩斯曾经说过 角色并不重要 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 王化珍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 因为他有后台 所以他不愿意听话 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 有些史书上的介绍大概如此 雄庭壁是东林党支持的 王化珍是燕党支持的 辽东战局的最终结果证明 东林党是多么的明智 燕党是多么的愚蠢 胡扯 如果不是胡扯 就是装糊涂 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告诉我们 雄庭壁是胡广人 他是楚党的成员 而在大多数时间里 楚党是东林党的敌人 至于王化珍 你说他跟燕党有关 倒也没错 可是他还有个老师 叫做叶向高 天启元年1621年的时候 燕党都靠边站 李进忠还在装孙子 连名字都还没改呢 要靠这帮人 王化珍早被雄先生 赶出去看城门了 他之所以敢嚣张 敢不听话 只是因为他的老师 是朝廷首府 朝中的第一号人物 雄庭壁是对的 所以他是东林党 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 王化珍是错的 所以他是燕党 或至少是燕党赏识的 大致如此 我并不是不能理解 好事都归自己 坏事都归别人的逻辑 也并不反对 对某些坏人一棍子打死 再踩上一只脚的行为 我只是奉劝 做人 还是要厚道 王化珍不听雄庭壁的话 很正常 因为他的兵比雄庭壁的多 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剩余部队 大约有十五万 全都在王化珍的手中 而雄庭壁属下只有五千人 所以每次王化珍见雄庭壁时 压根就不听指挥 说一句顶一句 气得雄大人 恨不能拿刀剐了他 但事实上 王化珍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王化珍 山东诸城人 万历四十一年 一六一三年的进士 原先是财政部的一名 处级干部主事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 竟然被调到了 辽东广宁 今辽宁北宁 这个人极具才能 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 到了他的地头 都不敢乱来 后来辽阳沈阳失陷 人心一片慌乱 大家都往关内跑 他偏不跑 沈阳城里几万守军 城都丢了 广宁城内只有几千人 还是个破城 他偏要守 他非但不跑 还召集逃兵 整顿训练 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 此外 他多方联络 稳定人心 坚守孤城 稳定了局势 所谓 提弱族 守孤城 气不赦 实望赫然 天下文明 那也真是相当的牛 熊廷碧 也是牛人 但对于这位同族 他却十分不敢冒 不仅因为牛人相亲 更重要的是 此牛 非比牛也 很快 熊大人就发现 这位王寻甫 跟自己 压根不是一个思路 按照熊廷碧 自己的想法 应该修筑堡垒 严防死守 同时呢 调集援兵 长期驻守 可是王化珍却认定 应该主动进攻 去消灭努尔哈赤 他还说 只要有六万精兵 他就可以一举荡平 熊廷碧觉得王化珍太疯 王化珍觉得熊廷碧太雄 最后 王化珍闭口了 他停止了争论 因为争论没有意义 兵权在我手上 我想干嘛就干嘛 和你讨论 是给你个面子 你还当真了 一切都按照 王化珍的计划进行着 准备粮草 操练士兵 寻找内应 调集外援 忙得不亦乐乎 忙活到一半 二努尔哈赤来了 天启二年 1622年正月18日 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 之前半年 努尔哈赤听说熊廷碧来了 所以他不来 后来他听说熊廷碧压根没有实权 所以他来了 实践证明 王寻福胆子很大 脑子却很小 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 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型 先在三岔河布阵 作为第一道防线 然后在西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 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 就兵力而言 王化珍大概是努尔哈赤的两倍 可是大敌当前 他似乎不打算一举荡平 也不打算遇敌于国门之外 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 也才三万人 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 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摩 这个阵型的唯一好处 是让外围防线的三万人和努尔哈赤死拼 拼完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 事实确实如此 正月二十日 努尔哈赤率军进攻第一道防线三岔河 荡天急破 第二天 他来到了第二道防线西平堡 发动猛烈攻击 但这一回他没有如愿 因为西平堡首将罗一贯 是个比较一贯的人 努尔哈赤进攻 打回去 汉奸李永芳劝降 骂回去 整整一天 后金军队毫无进展 王化珍的反应还算快 他立即派出总兵刘渠 齐炳忠 以及他的新副爱将孙德功 分率三路大军 增援西平堡 努尔哈赤最擅长的 就是围点打员 所以明军的救援早在他意料之中 但是在他意料之外的是明军的战斗力 总兵刘渠 齐炳忠率军出战 两位司令十分的勇猛 亲自上阵 竟然打得后金军队连连败退 于是作为预备队的孙德功上阵了 按照原先的想法 孙德功上来是为了加强力量 可是没想到的是 这位兄弟刚上阵就当即溃败 惊慌之余 孙大将还高喊了一嗓子 兵败了 兵败了 您都兵败了 那还打什么呢 后金军随即大举进攻 明军大败 刘徐阵王 齐炳忠负伤而死 孙德功逃走 所属数万名军 全军覆没 现在 在努尔哈士面前的 是无助 毫无遮挡的西平堡 罗伊冠很清楚 他的城池 已被团团包围 不会再有援兵 不会再有希望 对于胜利 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但他仍然决定坚守 因为他认为 自己有这个责任 正月22日 努尔哈士集结 所属五万人 发动总攻 罗伊冠 率三千守军 拼死守城抵抗 双方击斩了一天 后金军 以近二十倍的兵力优势 发起了无数次进攻 却无数次败退 败退在孤独 却坚定的罗伊冠眼前 明军凭借城堡 大量杀伤敌军 后金损失惨重 毫无进展 只得围住城池 停止进攻 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城头突然陷入了 死一般的寂静 没有了呐喊 没有了杀声 因为城内的士兵 已经放出最后一支弓箭 发射了最后一发火炮 在这最后的时刻 罗伊冠站在城头 向着京城的方向 行叩拜礼 说出了他的遗言 臣立节已 随即自吻而死 这是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损失空前惨重的一战 据史料记载 和西平堡三千守军一同阵亡的有近七千名后金军 罗伊冠进到了自己的职责 王化珍也准备这么做 得知西平堡失陷后 他连夜督促加强防守 并对逃回来的孙德公既往不咎 鼓励守城将士 众志成城击退后金军队 然后他就去睡觉了 王化珍不是个怕事的人 当年辽阳失守 他无兵无将都敢坚守 现在手上有几万人自然敢睡觉 但还没等他睡着 就听见了随从的大叫 快跑 王化珍跑出卧房 他看见无数百姓和士兵 丢弃行李兵器 多路而逃 原本安静祥和的广宁城 已经是一片混乱 彻底的混乱 而此时的城外 并没有努尔哈赤 也没有后金军 一个都没有 这莫名其妙的一切 起源于两个月前的 一个决定 王化珍不是白痴 他很清楚 努尔哈赤的实力 在那次谈话中 他之所以告诉熊廷弼 说六万人一举荡平 努尔哈赤 是因为他已找到了 努尔哈赤的弱点 这个弱点叫做李永芳 李永芳是明朝叛将 算这一代的地头蛇 许多明军将领 跟他都有交情 毕竟还是同胞兄弟 所以在王化珍看来 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 于是他派出了心腹 孙德功前往敌营 劝降李永芳 几天后 孙德功回报 李永芳身名大义 表示愿意归顺 在进攻的时候 作为内应 王化珍十分高兴 两个月后 孙德功西平堡战败 惊慌之下 大喊兵败 导致兵败 是的 没错 你的猜测很正确 孙德功是故意的 他是个叛徒 孙德功去劝降李永芳 却被李永芳给劝降了 原因很简单 不是什么忠诚 爱国民族 大同之类的屁话 只是李永芳和 努尔哈赤的出嫁更高 先前 为了招降李永芳 努尔哈赤送了一个孙女 一个驸马的投降 还有无数金银财宝 很明显 王化珍出不起这个价 努尔哈赤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他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 孙德功帮他搞垮了明朝的援军 但这还不够 这位是把无耻进行到底的败类 决定送一份更大的礼物 给努尔哈赤 广宁城 因为自信的王化珍 将城池的防守任务 交给了他 接下来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从被窝里爬起来的王大人 慌不择路 派人去找马 准备逃走 可是没想到 孙新富实在太抠门 连马都给弄走了 搞得王大人 只找了几头骆驼 最后他只能骑着骆驼 跑路 还好 那天晚上 孙新富忙着带领叛军捣乱 没顾上逃跑的王巡甫 否则 以他的觉悟 拿王大人的脑袋去找努尔哈赤 换个孙女 也是不奇怪的 第二天 失忆的王巡甫 在逃走的路上 遇到了熊廷壁 熊廷壁 用实际行动证明 他不是一个慈悲的人 至少不会放过落水狗 当王巡甫 痛哭流涕 反复检讨错误时 他用一句话 表示了他的同情 六万大军 一举荡平 现在如何 王化珍倒还算认账 关键时刻 也不跟熊廷壁炒 只是提出 现在应派兵 坚守下一道防线 宁援 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判断 可是熊大人 得理不饶人 还没完了 现在这个时候 谁肯帮你守城 晚了 赶紧掩护百姓和士兵入关 就足够了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 当初不听我的 现在 我也不听你的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作为丧家犬 王化珍 没有发言权 于是 战局离开了 王化珍的掌控 走上了熊廷壁的轨道 从王化珍到熊廷壁 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 变化的前后 有很多不同点 也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错误的 虽然敌情十分紧急 城池空虚 但此时明军主力尚存 若坚定守住 估计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熊先生来了脾气 不由分说 宁愿也不守了 把辽东的几十万军民 全部撤回关内 放弃了所有据点 熊大人没有意识到 他已经做到了 无数敌人 无数汉奸 无数叛徒 想做 却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事实上 他已放弃了 整个辽东 自明朝开国以来 稳固统治 两百余年的辽东 就这么丢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熊廷壁都没有理由 没有借口 没有道理这么做 但是熊廷壁做了 我认为 他就是为了那一口气 就是这口气 最后要了他的命 率领几十万军民 成功撤退的两位仁兄 终于回京了 明朝政府对他们俩的处理 是相当一视同仁 撤职查办 不管你是谁对谁错 你们把朝廷 在辽东的本钱丢得精光 还有脸回来 这个黑锅 你们不背 谁背呀 当然 最后处理结果 还是略有不同 熊大人 因为脾气不好 得罪人多 三年后 即天启五年 一六二五年 就被干掉了 相对而言 王大人 由于关系硬 人缘好 又多活了七年 崇祯五年 一六三二年 才正式注销户口 对于此事 许多史书都说 王化珍死得该 熊廷弼死得冤 前者我同意 后者 我保留意见